嗨 你好 我是劉奶爸 我們在台北時間2024年的10月22號 和10月23號兩天的晚上 8點到10點的時間 我們會舉行兩個小時的直播 兩個晚上 這個直播主題就是網路行銷一條龍 知識變現賺美金的這個主題 然後 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兩場直播 首先我來給你看一下我寫的這篇文章 在Facebook上面我有貼 然後我有發email給各位 有收到的人應該會看到這篇文章 就是 有一天晚上 某一個學校認識英文教學的老師在Facebook私訊我 其實我不認識他 可是像他這類的私訊其實不只 不只一個 那我聽完他的故事當天晚上我就很難睡 對 我就一直在想這件事情 他說他銷售 他說那個銷售線上課程是趨勢 所以在去年呢就毅然決然的離開這個 很多人都很羨慕的鐵飯碗的教職 開始打造自己的線上事業 好 結果都花了半年的時間 耗費了10多萬喔 請網頁公司幫他設計自己 專屬的線上課程網站 然後他本來以為說 這樣以後就能夠打造未來源源不絕的被動收入嘛 但是 當這個網站全部完工之後 整整半年的時間 然後課程也都做完了 上架 然後正式開賣的當天 他卻發現購買課程的人 不到預期的10分之1 所以原本他對自己的專業充滿自信 但是卻因為這次的發售結果不佳 就感到極度的挫敗 他想一想自己去年很衝動的離職 那這個決定到底會不會付出慘痛的代價 所以一時之間就失去人生方向 不知道未來應該怎麼辦 像這樣子的案例 就讓我想到 其實很多人 滿懷希望去開加盟店 譬如說什麼飲料店 或者是超商加盟 然後在花了幾百萬的裝潢或加盟費之後 才發現沒有什麼客戶上門 或者是一開始生意好像不錯 然後兩個月之後就準備收攤倒閉了 那這樣的問題 其實一再發生 我們也看過很多 不論在實體的產業 或是線上課程這個事業上 很多人 都跟這個老師一樣 面臨相同的狀況 一來有可能就是市場過度飽和了 二來就是開了店 才知道 原來客戶其實不會自動上門 這個老師為了挽救自己的線上事業 所以又去學了很多現在時下流行的 短影音的課程 TikTok的課程 但是努力了半天 業績還是不見起色 所以 這件事情讓他的心情再次跌到谷底 簡直就是二次打擊 那到底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短影音並不是沒效 只是說 他只能解決一部分的流量的問題 短影音是流量的問題 因為他創造流量嘛 但是當這個訪客 透過你的短影音 來到你的網站之後 他只有兩個選擇 這是因為你網站設計的關係 這兩個選擇是什麼呢 他不是留下來購買 就是離開 就只是兩個選擇 所以你的網站 沒有設計什麼 你沒有設計銷售的漏斗 我們之後再來講 詳細的講 所以我說 當你還不是有名的名人 或是沒有品牌光環的時候 訪客通常來看看就離開了 針對那些有興趣 可是卻沒有購買的潛在客戶 你就要讓他白白溜走 因為你沒有做銷售漏斗 這個就是單點學習的盲點 單點學習 就是你只學TikTok這個行銷方式 你沒有在學其他的 你缺乏完整的行銷策略 還有流客工具所導致的結果 就是我講的 你沒有漏斗 去承接這些白白溜走的客戶 再來就是同業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 現在線上課程超級多 你Facebook怎麼划 划廣告就划到一堆 而且同時在搶佔台灣的市場 光是Facebook划到一堆類似的課程 那你應該怎麼勝出呢 你要怎麼樣在訪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呢 因為人家不認識你啊 你是素人啊 然後我進一步問了這個老師說 你的網站是怎麼去蒐集訪客名單的 有沒有去做銷售漏斗啊 有沒有去引流有沒有那個製作引流的商品啊 或是有沒有去製作價值階梯 價值階梯就是一步一步讓客戶購買 從便宜的到進階的到更高價的 還有那個自動化的流程 自動跟進的信件有沒有設定啊 結果他說他完全沒有聽過這些名詞 很單純的就認為網路行銷就是花大錢然後去架網站 然後網站弄得漂漂亮亮的 看起來很專業 客戶就會自動買 欸你是不是這樣 如果說中的話 你一定要來參加這次的直播喔 那如果你也和這位老師一樣 認為先把課程做好再放到網站上 就能夠有源源不絕的訂單 那我會建議你看完以下我想告訴你的事實真相 好 光在台灣啊就已經超過10個本地的線上課程平台 我還沒有講國外的喔 光是台灣喔 每個平台裡面又有數十個講師或上百個講師喔 那這些平台會幫某一些比較大咖的講師 去幫他們買廣告曝光 一買就是上百萬的廣告費 上百萬的台幣的廣告費 而且呢他們的課程售價也不貴喔 可能都只有幾千塊喔 甚至還有百萬youtuber 像一些愛麗莎莎啊 或是阿滴啊 Jomain啊 他們這些人啊 他們都在進行自媒體的線上課程啊 那售價呢 其實也都不貴 都幾千塊而已 所以你看這麼競爭的激烈的市場上 如果你一個素人 你也想要只賣幾千塊跟他們拼 你怎麼拼得過 如果你們賣的又是相同的課程內容的話 那你怎麼拼得過 好 那一個行銷素人該如何去突破重圍 讓自己獲得 超過上班的收入 而且持續有這樣的收入 聽到這邊你會不會覺得很絕望 難道自己的線上事業就沒希望了嗎 好 等等 聽我說完 你一定聽說過一些你根本不認識的素人老師 靠著線上課程賺很多 對吧 根據我在線上課程世界上經營了12年的經驗 我從2012年開始 我從2012年開始經營我自己的線上課程 那我可以見證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而且到現在還在發生 甚至呢我從9年前開始 教學生去做線上課程 也有人因為銷售什麼 追女課程 零療服務 理財顧問 房產代銷 包租貸款 線上數學家教 好就已經有許多人月入超過6位數 就是每個月至少賺了 10萬 20萬 30萬甚至更多 我在那個直播的時候我會列出我之前這位學生 這些學生給你看看 那也許有些你們 到時候看到你們就知道 也許你們就 有有有我有看過他們 其實他們是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做網路行銷了 那重點是什麼呢 他們一開始對行銷其實都很沒有自信 一直到賺了錢之後才慢慢成為名人的 因為有了錢之後嘛 他們就可以去打廣告啦 然後可以去出書啊 甚至上節目啊 上廣播啊 就開始變得更有名了 以前是素人然後就慢慢變得有名了 可是我深刻記得他在9年前第一次來到教室上課的時候 一臉胡怡喔 愁眉苦臉 真的 看到電腦他們就覺得好痛苦喔 不知道這個怎麼學這樣 但是呢 這段默默無名的素人直到成為名人的過程 其實我是非常感到敬佩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就是不斷學習自己的行銷方法跟試錯 一定過程一定會有錯誤這難免的 然後學了很多行銷工具 像自家官網 會員系統 客戶管理系統 銷售漏斗 自動化跟進 線上課程 Blog SEO 廣告 一堆啊 他們其實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在精進自己 這就是他們能夠成功的關鍵嘛 那我當時做了什麼 我只是他們的啟蒙老師 我教他們架網站這樣而已啊 我教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啊 但是現在時代工具 時代進步了 所以其實你不用再像他們以前那麼辛苦 一下子架 架網站用這個工具 然後 Email跟進系統又另外一個工具 然後放線上課程又要用另外一個工具 做銷售漏斗 又用另外一個工具 結果分散在好多不同的平台 這樣學起來真的非常辛苦 可是現在不用了啦 所以我才叫做一條龍嘛 一條龍就是一個平台就可以搞定很多事情 那我最近就是花了好幾年時間把這些 實證有效的銷售漏斗直接做成範本 你只需要申請一個帳號 就能夠把我建立好的範本 按一個鈕你就全部複製過去 我現在是做 我教我的學生都是這樣做 把你原本必須花好幾個月需要的網絡行銷策略跟工具 短短幾個小時就可以搞定了 因為你就把我做好的功課照抄過去就好啦 然後抄過去之後再改內容 改裡面的內容 所以除了行銷工具整合呢 我還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打動全球市場 讓你不再被限縮在小小的台灣地區 如果你不是住在台灣的話 也許 譬如說馬來西亞 新加坡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把市場拓展到國外 去到全世界去 這個就是為了避免生多週少環境下 辛苦的競爭 那我會告訴你 怎麼用個人身份去成立境外公司 就是我們講 去成立美國公司 其實它是很容易的 然後用美金去收錢 美金讓客戶去刷卡的時候 你收進來就是美金 所以全世界都可以刷 讓你的客戶可以拓展到全球市場 那這個營運成本 他每年稅金 其實他不到台灣公司的十分之一 那我就是把這樣的系統稱為網絡行銷 一條龍 讓你可以知識變現 賺美金 我在台灣開了18年的公司 台灣的股份有限公司 假如台灣政府一年的稅金 至少就是一個工程師的年收入 這就是 我們就是要繳那麼多的稅 如果早點知道 並且實際打通這些 複雜又難懂的環節 那現在應該可以過得更輕鬆 因為 因為每年省下那麼多稅金 這個 搞不好還可以再買一間房子 對不對 可是 就是有些方法跟機會 除了努力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大部分 就是靠實際跟緣分 所以 難怪我以前不知道這些事情 就是實際會照 緣分不到 其實就像你現在看到我這篇文章一樣 其實我相信你們應該也都有看到這篇文章 所以才會加入我的群組裡面 對不對 我的LINE的社群裡面 好 所以 底下 我就 建立了一個LINE社群 所以 就是因為我寫這篇文章 然後我把它放在我的Facebook 所以大家就點這個連結 就加入到我的LINE的社群裡面 所以如果 你們看到這段影片 你們還沒有加入LINE社群的 那你們剛好也面對這些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加入這個社群裡面來 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 然後 我有空的話呢 我就 也許以後 可以再辦一次直播吧 這次直播結束之後 我不曉得以後 看大家的反應 好不好 如果大家覺得 很不錯 那我們就再來辦 有空 有空的話 我們就再來辦 記得把你的鬧鐘調一下 晚上8點開始 會嗎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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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